深夜十分一名男子 头戴安全帽 拿着塑造袋 经过民宅 看到一只金刚鹦鹉 竟然起了胆焰 伸手就往鹦鹉抓 就见这只鹦鹉 不停拍动翅膀 看似挣扎 男子竟然不罢休 鹦鹉不停发出鸟叫声 所有男子同伙 也加入抓鸟行列 两人就这样大摇大摆 把鹦鹉抓走 随后骑鸡车离开现场 而鹦鹉的四组 听到叫声也随即出来查看 事发地点就在屏东 逆浦向内赴田村 事主表示目前损失 至少六万元 事后他也向警局报案 警方目前也已经调阅 周边监视器 并且比对可疑车辆 以车追人 就盼能早日逮到这名嫌犯 让鹦鹉能赶快回家